張女士帶婆婆看病 接受抽血檢查 抽血過程還是需要一點勇氣 尤其遇上這種情況 每個人抽血經驗不同 碰到容易緊張的長者 就靠醫檢師細心引導 健鴻不用怕 重點在拔針以後 很多人像這樣彎曲手臂 這並非最佳止血方式 比如說如果他抽位置是這裡 那折起來的話剛好沒壓到 那可能就按壓不足 醫檢師建議手臂自然伸直 用手指按壓五分鐘 凝血功能不好的人 則要按久一點 沒有確實加壓 血液會激在皮下造成血腫 也就是俗稱的淤青 有流血的話 那我們血液裡面的一些 反而凝血的一些成分就會啟動 然後把這個傷口給蓋住 那按壓五分鐘主要就是 促進這樣子的過程 讓它不要再持續地 有出血的狀況 還有傷口不要揉 因為血管已經出現破口 揉動會讓血管壁不容易修補 蒜黃過之後如果你一直去戳了那個傷口 那個傷口不但不會沒辦法結痂止血 而且可能還會更疼痛 在前24小時的話我們回去會建議 他要先冰敷 那冰敷完之後在48小時之後要建議他熱敷 那大概在一週左右 那個瘀青的狀況就會比較解除了 抽血能夠幫助醫師掌握病情 留意抽血之後的動作 檢查更安心 傷防工作呢很